不像错误却狂崩 你在批评习近平 为什么你要批习近平 没有是你批习近平了 我对习近平还是爱护有加 那你讲讲你怎么爱护的 我觉得习近平 这一次在西南西安交大的一番讲话 你就可以发现他的水平 还是节定或者是相当于 一个刑警书记的水平 没有问题的 所以有人老实说他是小学文化程度 功能力学院 我觉得都不是准确 但是他的那个县委书记的水平 相当于六十年代县委书记的水平 也就是说 他的传统的价值观和表述能力 是非常成就的 这就是习近平的一个问题 我最近还在想 这个习近平在福建待了那么多年 在浙江待了那么多年 在上海也待过时间不长 他为什么满脑子讲话就给一个老干部讲话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我不知道听你说说完了我再分析 甚至你分析完了之后 我再来补充和批判也可以的 我认识一些老干部 这些老干部有些人名声很大 什么改革开放的什么领导者 什么思想开明 媒体上都有这种形容词 知道吧 但是我真正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你真正多谈几句话 你就发现了 他的整个的思想的所谓的底塞啊 和逻辑啊 其实都是中共式的 没有突破那个党的那个逻辑价值圈 而习近平在很大的程度上 他的相当多的价值观 是跟这些老人混得太多 因为他在浙江 在福建 尤其是在浙江 福建还好一点 因为浙江是很多老干部啊 去看望这个 去旅游 去住的地方 有人就像不像现在 江泽民一年是去三个地方 哪三个地方你知道吗江泽民 江泽民一年去三个地方 对 那我不知道您说说对 是他的老屋 北京是他的政治表演 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海南 对吧 那么以前还有一些老干部呢 就喜欢到深圳来 珠海来度假 其实有什么度假 一住就住半年 有的还住几年 对吧 搞得这些领导干部 头痛死了 因为有的地方 那个住房很有限嘛 他们一住都是 一般来讲都是国家领导人 要 抱歉 对吧 就是占领市政府的这个资源还比较大 那么但是呢 到了这个九十年代 到了这个时代 有很多人就是喜欢去杭州 觉得深圳呢 这地方去捏了 就去杭州 杭州呢 我是认识的好几位领导干部呢 跟这个习近平的关系 怎么认识起来的呢 他已经不认识 但是到了杭州啊 习近平不管在哪个地方 实在工作 比如说在很远的地方实在工作 他在当天或者是要尽快赶回到杭州 要陪这个老领导吃饭 这些老领导有的是比较有名的开明派 但实际上这是开明派 有的我也认识啊 就见了这个习近平的我也认识 从他的谈讨里面 我基本上很清楚 他们的逻辑基本还是中共的逻辑 只是希望体制内变化的好一点而已 但是这些就是现在习近平的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因为整个的权力系统里面就是这一套话语系统 那么其他很多的官员呢 反而不像习近平这样 他们可能是一个技术的官僚这么升上来的 没有像习近平有那么多的机会接受到这个老干部 而且他又是习老的儿子 所以那些老干部就更愿意去见他 见久了以后 习近平的旁边没有几个读书人 习近平没有几个 对吧 像孟建柱啊 像这个 尤其是王岐山啊 旁边的读书人还不少 有思想力的人还不少 这个习近平旁边根本没有 习近平的旁边就两种人 一种是老人 第二个是没有能力 但是比较连接的人 像蔡奇这些人啊 在习近平的考试中间都受于比较连接的 对他看起来比较连接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 在九十年代这个改革开放的大潮的时候 如果这个连接他真的不是人 因为他做事啊 做事就一定会打交道啊 打一些这个非成熟性的交道的时候 那就一定会有些猫腻 而习近平呢 恰恰在政治上 他自认为是个洁癖 所以他所看中的这些人呢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思想力的人 没有什么独创的思想力 就是勤勤恳恳干活 然后呢按照所谓的中共的标准 在为人处事 所以习近平尚有这个 这些老人对他的虚冠 中间有这批傻瓜的 这个他现在器重的这批人 给他这么一个印象 再加上他看的时候的很有意思 就看一下古书 就是这种古代典故 当然可能是可能翻译成 新来汉语的一些书 所以你就看看习近平 他经常会用一下典故 他用典故跟这个温家宝不一样 温家宝完全是这个挪尾跟他骗的 找一批文化程度比较高的 有一位这个很有名的文化老人 他的这个提到一个小孩 很会玩这个古典诗词 然后对面就找了个 大家都不知道的词 然后去让温家宝讲出来 而这个习近平呢 他真不一定是给了别人指导出来的 他自己就看过这些书 所以我说古代的这些书 和这个这些政治老人们给他书过的东西 使他可能真的相信这一套 在我们看起来是非常荒谬和联宇式的这种东西 这就是非常可怕了 对吧 非常可怕了 这种可怕就是方向前面是错的 原来他急急往前面走 你说方向如果错了 你往前面走不是傻吗 对不对 你就想一想他不是 他为什么会讲 苏联这个崩溃是没有一个蓝矮啊 他为什么会讲这些话呀 他为什么跑到这个俄罗斯的时候 说十月革命给中国大来的什么革命啊 然后你就看看这一次到西安交大学生上讲的 你看啊 从这个什么黄河之胖到渭水之冰 对不对 你看这个挺像一个中学老师的水平 对不对 那么但是这套东西是多么没有含金量啊 他讲的一个西这个上海交大啊 拆了一部分到这个西安搞了一个西安交大 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是一回事吗 西安交大是一个量级吗 韩金量是一样吗 对不对 原来给人的感觉就是老毛了一套西迁精神 西迁精神 他整个的表示女人 我觉得完全是成就的 是故事的 原来他又加上了 现在中国的经济力量 又加上民族主义 所以什么东西往里面一个州 这个州他直接增加了动力 就反而是犯更大的错误 我这一段时间讲这个石坦 表面上讲的是这些官员之间的荒谬 什么这个公安系统 这个局长 那个局长 这个部长 那个什么书记 那实际上是讲呢 习近平这个反腐败 从根子上来就是错的 表面上腐败是应该反 但是你需要的是一个呢 被监督的权力系统 一个呢 选举产生的权力系统 习近平反而没有 他还是按照 早就被人们嘲笑和不可信的 这一套呢 挑选干部的方式 来挑选干部 什么到边疆去工作几年了 对吧 什么老百姓对你怎么评价了 然后这个什么什么评比手段了 什么家庭连结了 就搞这一套东西 就是完全大家都已经不相信的东西 他拿来变成真的 如果假的东西 拿来这个习近平作为一个公职性的使用 你还可以理解 我怕就怕 或者是我认为 习近平就是把假的变成真的在处理 假的变成真的处理 因为我跟你说老干部的交流啊 我就发现他们的这个体制的迷恋啊 已经到了一种不可救药的地步 很多老干部都是这样 就是在90年代啊 甚至这个最近这些人 我见到了一些老干部 就是几十年以来 老干部给我的印象 就是这些所谓的30号 20号 40号 包括40号了 这批人没有救药 没有救药 所谓的改革开放里面的一些人情形过来 比如像赵紫阳先生 那他是因为离开了这个权力体系 如果不离开那个权力体系 他也是在那个权力体系的逻辑里面 去做事情 这个 我呢 我对这个习这次去陕西这次呢 我这个我已经讲过一次 我大的这个方向呢 我并不是很清楚 他为什么要去 这次去陕西啊 我也表示过迷惑 这是我继续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只是泛泛的谈 他这次去 是不是有点这个 这个老毛上 井干上的味道 去那儿寻求这种 精神养分 他的精神养分 或者是去 招式一些什么东西啊 那么后来这个节目呢 做完以后呢 陆陆续续有一些人 给我提供一些信息 那么包括确确实实 就是支持我的这个 习近平去 陕西这一次是 吸取他的精神养分的 这样一个观点啊 还有人补充呢 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去 去那地方是有一种 军事的一个目的 嗯 那实际上这个东西 现在都还是不是很清楚啊 也许某一天 有人写回忆录 可以把这个习近平去 陕西这一趟 他的究竟去一种 什么样的考虑解释清楚 但是呢 我是在他 在西安的那个 站在一个井盖上 对讲话的那次啊 济西的这个讲话 他一共两个讲话 站在井盖上 是对教授的一个讲话 我对那个东西 我是非常反感的啊 原来啊 原来他 这个中共里头 有一个刘元东 在什么地方 去见一批教授 然后刘元东呢 啊 年纪轻轻的 坐在一批老教授的中间 坐在他身后的 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教授啊 攻着个头 连个位置都没有 我当时就表示很气愤 我说 官员和教授的关系 就是这样吗啊 那个图啊 已经让我觉得啊 中共的官员和教授的关系 搞成这样 我就觉得已经很糟糕了 但是这次去呢 习近平让一批教授 连座位的背靠 都不可能靠上啊 亲着个头 挺着个脖子 在那听习近平站着讲话 然后所有人围着一圈 这种场景的铺设啊 让我极其反感啊 我觉得这是 这是习近平这次 做事情的 也极大的一个败笔啊 反映出了这个 当今的中国的教授 和中国的官员的 真实的关系 而且我说 这是破纪录的一种 一种一种场景 但是在这之前呢 习近平从一个楼里走出来 有一个继续的讲话啊 我对他的那个讲话呢 我印象还是不错的 客观的说 比这个后来 跟教授这个 对面的这个 军化这个东西 我觉得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个讲话呢 说实际上跟习近平 官方发布的习近平的那些讲话 完全是不一样的 多少看出习近平先生的一些书面语言 他的演讲呢 这个语句也是顺利的啊 这个他没有什么停顿 跟这个他这样稿子 确确实实是有进步的 从内容上来看 也不是什么伟大斗争啊 我习近平什么什么 就是像他的17万人大会上讲话似的 我习近平什么 我习近平什么 从头到尾是我习近平下面的排比据 六七个我我我如何如何的 跟那些讲稿里面 里面显示出来习近平的讲话 也是不一样的 说实际上我对他这个讲话 我认为是他公开讲话里面 讲的最长里面的讲的最好的一次 当然和平先生对他的要求更高 希望他的知识结构 超越老干部的那套发言水平 以及中国的古典文啊 白话文化以后的啊 那种阅读的能力 我觉得习近平啊 这个和平先生对他的这个要求 已经很高了 那我我有一个感觉啊 就习近平出来跟这个一般的老百姓 说话的时候啊 跟他官宣和秘书的笔下 他讲话的内容完全不一样 OK 这个 完全参与 你看啊 他去街上跟美女去说什么 他说美女什么类的 对不对啊 然后这个跟人聊股市的时候 我们股市都吵弄一万点去啊 他实际上在某个方面 也是川普这样的一个大嘴 他如果让说到 他也是川普这样的大嘴 中国的领导啊 就是需要一些 摆脱那种古板形象的东西 习近平偶尔出来说话 能露出这样一些东西 他有时候去买鞋 对不对啊 然后人家那老太太说送你一算 习近平说我不能要你的鞋 我怎么能要你送 送我不要 这个东西有点像 真实的这个生活中的习近平 所以说官媒完全把习近平 刻画出了两个形象 这是很清楚 对不对啊 陈小平厉害 我觉得你指望习近平 挡出这个他说的联邦党人文集的 那个水平 那真的不容易 我讲的是按照中国应有的方向 中国什么时候走向民主 有什么方式走向民主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是你整个话语系统的这个竞争内涵 你不能是臣服的 在我看起来习近平的整体的价值观是错的 但是习近平的能力不像外界所批评的那么不堪 你刚才讲的那个讲话就是我开始评论的 我说至少得像一个中学老师 对不对 像这个中学啊 像这个县委书记的水平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事实上啊 我也在捕足习近平的这个能力啊 其中在一两年以前 一年还是什么时候 就是有一些人是建过习近平的私底下的讲话 这个私底下的讲话不是我跟你 这样我们全民吃饭就要瞎聊天 而是说有一些偿和的人 有地位而且是外商或者是外国领导啊 不是外国的学者和官员 习近平是极其讲话 极其讲话的时候就是谈笑风生 然后性质很高很轻松 这个跟中共媒体里面 所谓的那种僵硬的 愚蠢的形象完全不同 所以我中国的这个媒体整整体来讲 是把习近平本身有的形象反应给丑化了 对不对 你必须要像这个川普 他讲很多话 那个里面错误的漏洞北区 有些东西也讲得很好 那漏洞北区的时候 有人讨厌他反对他的人就马上查 你看川普讲错了 对不对 但是知识道的人就看中了川普讲的好的那部分 那么不管怎么样川普是直接的跟真人样的跟你在来聊天 讲话 对不对 这个习近平所在的形象是完全新闻联播式的 或者人民日报式的 是一个好人给人的感觉也是个坏人 这个是孙军系统是吓住习近平 要彩底砸烂的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还不如没有 还不如没有 什么中间部啊 什么人民日报啊 什么中央电视台啊 全部都丑化习近平啊 那么就像这个反腐败一样的 搞了一批人 这个他们是不是丑化习近平 我也不这么认为啊 我觉得这个啊 习近平呢 他私下里的形象啊 这个他只是这个 就是这个休闲形象啊 但是习近平更多的 他是官方形象啊 这个是这是我们那个也要分开来说 他的官方形象是中国的老百姓 很多人接受的形象 是中国的官方接受他的形象 正是人们根据他的这个形象 来理解党的路线方程和政策 啊 这个那么他的这个党的路线方程和政策 就是你 我们这个标题说的 他大方向错误却狂崩 对不对啊 对 这个东西啊 就不是 要命 这就不对 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我对领导人的小节 我从来不在乎 但是这个 你想想吗 你看赵紫阳这种人 对比习近平还大 对不对啊 他为什么能接受新事物 对不对啊 啊 胡耀邦这种人啊 他也是共产党话语体系之下的啊 胡耀邦的话语体系之中 很难有新的词汇啊 对不对啊 他为什么被人怀念啊 作为是人道的共产党啊 对不对啊 那么赵紫阳会作为一个改革的共产党 来出现呢 这就不一样 所以说啊 这个就就就就涉及到习近平 对中国问题的诊断 问题是什么啊 他为中国 这个未来开出的这个方子是什么 对不对 那么 这个方面我们经常就是要批评习近平的 是就算是这样一个方面 他 很多人认为他把中国的问题 中国的中国的方向带出问题出来 包括我们现在下面要谈到的一系列问题 实际上都跟习近平这个他带的这个这个船长啊 开的这个船的方向有问题 这是我们主要批评他的一个地方 对 所以习近平 在这个意义上呢 在这个意义上 他的一场这个啊 在西洋 陕西的那场一场演讲 并不能反映真实的问题啊 他进行演讲并不是他的自国路线 对不对啊 这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这个有一个网友 打了三百块钱加币 但是不是给陈小平的 是给何先生的 是何先生最近一个星期做节目辛苦了 疫情期间都不盈利 周明镜越办越好 非常感谢 所以观众的眼睛是血亮的啊 他知道你辛苦 那么我心里也是明亮 知道你最近挨装挨的比较多 哇根本不挨冰 你看下面一个人说 何外星又说习近平是好人呢 忍不住也叼盘 你说这样的人是人吗 你也不必要 你也不要跟他就较真 对不对 你看看 你受的每一份委屈 然后那个 我们的观众朋友 加倍的这个打赏 把你疗伤 对不对 你也没有这份委屈 那么这份钱就不是三百块 是一百五十块 所以你要感谢你说的那份委屈 先 然后呢 再来感谢人家给你打倍 加倍打赏的这些东西 今天那位网友已经打了三份了 六千多块的 那是那六千多块是什么呀 我现在没搞明白 哎呀 打赏三百块钱 真的是 哎呀 但是也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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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啊 打赏三百 刚才唱什么工作呀 那后来我们了解呀 对不对呀 对呀 小孩呀 对呀 他并不是一个有钱人啊 对呀 他才刚参加工作的 是啊 哎呀 我现在觉得八年号和九年号比较喜欢支持我 其实你的基本都是什么 四零号五零号 我不知道 我没做过这个调查啊 我就知道有人支持我 有人反对我 但我从来没想过啊 他们的年龄构成是什么 没有这个问题啊 我基本上喜欢问别人 你刚才这个打三百块钱的 也是九零号八零号 这个先生又给我打了一份啊 一万二 你看够平衡 非常感谢啊 这个Christop 这个D啊 经常是我们的一个热心网友 每次我们俩星期一做节目 他要来捧场啊 而且打赏是好几份 非常的这个感谢啊 刚才打赏三百块钱 是这个这个九零号 哎呀 真的是 我们觉得 希望在九零号身上 我觉得那个 我是觉得 我觉得我们对习近平的批评呢 更多的是批评他 对中国的这个方向的把握 他的这个大的方向路线的问题 虽然啊 他对这个教授的这个讲话的这个场景 让我极其的不舒服 对不对啊 我觉得读书人在中共领导面前斯文扫地啊 毫无尊严 这种情况之下呢 知识分子甚至就是一点颜面了 你在中国还有什么呀 对不对啊 你不清高一点 你不颜面 你没有你不留点你颜面的话 知识分子还有什么呀 那什么都没有了嘛 对不对啊 因为你是教 你是教授出身嘛 你在这个东西 特别有感受 不应该如此的羞辱这些知识分子 我告诉你 因为知识分子 他在你这个全能政治的面前 他没有反抗能力 对不对 他任凭你宰割 你这个时候 你不能再去羞辱他 对不对啊 知识分子心里都有真实的想法的 对不对啊 他他不应该这样 被你这个最高的领导人 这么的通过这么一种方式 来来来羞辱 我们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东西 也许他讲的东西是 讲真心话 但是这个场面 确确实是让人觉得 不应该这样啊 后来有人提出胡适和蒋介石 坐在一起的照片 对不对 胡适先生把大腿 那个二丸腿翘起来 蒋介石先生笑容满面的 坐在他身边 这样来对比 但是无声的一种批评嘛 对不对 那不定是这个胡适啊 就是傅斯尼 也是牛哄哄的 是啊 胡适尼啊 这不可能的 这个 这个 习近平在 中中知识分子上要带头 这个不带头的话 这个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蔑视 是不会有进步的 我倒是不同意你的观点 我认为 不仅是在知识分子 对所有的人都应该是这么珍重 我觉得不需要把知识分子 特别的彰性出来 拿着知识分子就是一个 台询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太有 不不不不不 这个我是有针对性的 因为就是这么一个特殊场景 带出这一番话 对不对 是我能够理解 在某个意义上 在某个意义上 习近平跟大众的这个关系 比对知识分子的关系要近 我可以这么说 这个 大众之间 在习近平听习近话的时候 没有要求 挺着脖子在那站起来 坐在那 动的不动的 没有这样的 大众还是站在他周围的 尽管也遍不保安 对不对啊 我们在陕西也看到 在在这个一个看到 老百姓都是站着的 对不对 那这次是他让这些教授 规规矩矩的排上一排坐在那 这就是导演的结果呀 好啊 我们下面 待遇习近平我们的 在后台的嘉宾 有什么话说吗 现在我们的嘉宾 好像都不说话了 都不说哑巴了 哎呦 有一位 你好 请讲 你前面说 你前面说 关门黑洗净 我觉得不是黑 而是说一件衣服 他穿在身上 都对不说话了呢 不说怕了